大家好 我是包子 今天我要來跟你們聊聊有關於牙套的問題 牙~~ 因為我在開直播的時候好多人都會問我牙套的問題 我想牙套的問題應該困擾大家很久 所以我就列出了10個大家比較常問的問題 要來回答給大家 Let's go 直接開始吧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喔 訂閱喔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想戴牙套 我覺得當初的我 我笑起來不是很好看 因為我覺得我牙齒有一點小亂 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在跟人家交流對談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我很沒有自信 現成我之前講話就是可能會有一點明嘴 我想要讓人家看到我的牙齒 我那個時候我就很下定決心 跟我媽講說我想要去矯正牙齒 我想要戴牙套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自己跑去戴牙套了 也有一小部分有關於流行吧 因為我們班那個時候高中也蠻多人在戴牙套的 所以這個也變成我想戴牙套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問題 矯正方式 現在的矯正方式有分傳統矯正跟四美隱形矯正 我選擇的是這種傳統矯正 傳統矯正的好處呢 吃飯的時候就要把你的牙套拿下來 一吃刷完牙再帶回去 傳統矯正就只要一整天戴著 那時候啊清潔乾淨然後把牙這樣子就好了 你行矯正的好處就是在於說他拍照的時候不會像你這樣笑出來露出來都是剛牙妹 這就是被俗稱說鋼牙妹就是這個原因 一起來就很像滿嘴鋼牙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跟醫生討論好說 好那我就帶傳統矯正 我這樣子也比較便宜 不用分擔那麼多的錢 第三個問題 在哪一間診所用的 我看過很多間 或鹿港的、和美的還有彰化的 後來我選擇在彰化用 鹿港的對我來說 他的價位都有點小高 不過每間醫生的醫術不一樣 如果你們真的想戴牙套的話 真的還是要自己去每一間看 聽下來比較適合我 彰化那間的醫生 他只有一個人作業 時間上會比較長 不過他的技術是真的還不錯 而且是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我朋友也在同一間的醫院一起帶矯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你要帶矯正 我要帶矯正 不然我們就一起去矯正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我才選擇在彰化矯正 第四個問題 矯正費用多少錢 這一間彰化的醫院比較便宜一點 我這樣子戴起來啊 加上古丁兩個的話 基本上是9萬塊 不過後面還有一些陸續夾牙的問題 所以9萬塊只有包含我的這個排列 跟我的牙套 後面還有幾萬塊 我還不確定 因為我也還沒做完這些 第五個問題 戴牙套會不會瘦 會改善臉型嗎 會不會瘦 基本上會 因為你在前期 你在戴牙套的時候 剛戴上去 它剛濕 你的牙齒會非常的酸 非常的痛 你根本沒辦法咬東西 那個時候就連我想吃個白吐司 都很難很困難 我真的只有每天只能吃布丁 然後喝牛奶 補充自己的營養 就是喝一些柳子的食物 而且我只要刷牙也會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有人會說你在戴牙套的時候 為什麼會變那麼瘦 不是不想吃 是因為咬了會很痛 所以沒辦法吃 還有說會不會改善臉型 改善臉型這個問題呢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不過不會像到在 每整型整得這麼誇張 它只能去改善到你的臉部 可能說你嘴巴上嘴唇比較凸 它就幫你縮進來 這樣子 如果說你的下巴是想要拉出去一點的話 這可能就是要稍微微整型 把這裡的顴骨推出去 不會到有太大的改善 不過每個醫生的醫術也不一樣 說不定你今天會因為一點點的小矯正 所以改善你整個臉型 這也都是不一定的 第六個 矯正一定要拔牙齒嗎? 不一定 如果今天你是戴影視眉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拔牙齒 它就是每顆牙齒都會固定上原本的位置 傳統矯正比較麻煩的就是它還要拔牙齒 讓你的鋼線有地方去拉 有辦法拉的這麼整齊 現在戴了快三年了 整個都還不錯 胃也快拆了 矯正要不要拔牙齒 這個都是看醫生決定 不過我後面聽下來 如果帶傳統矯正 基本上都是要拔牙齒 四到六顆 四顆的話就是可能沒有包含致齒 六顆可能就是有致齒的 第七個問題 會不會刮到嘴皮? 這個絕對會 而且是蠻痛的 如果鋼線跑出來吃東西 它就會跟你的皮膚 一直抹擦 一直抹擦 你今天拿一個東西 一直抹你的皮膚 一直抹你的皮膚 當然會很痛啊 第八個 有沒有不能吃的東西 很多人都會是說 不能吃咖哩 不能喝紅茶 不可以吃芭樂 可是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 無感 不能吃咖哩 只是你笑起來比較不好看 可能會看到橡皮筋黃黃的 喝紅茶也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它含有咖啡因 要吃芭樂 它可能就只是比較痛 所以吃了會不舒服 這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照吃不悟 沒有吃怎麼可以呢 所以這對我來講我還好 我只有前期 我在剛帶的時候 比較不能吃東西 都吃布丁啊 吃豆花啊 那些東西 後面現在已經帶了快三年了 基本上我想吃就可以吃 沒有什麼不可以 就是這麼囂張 OK 第九個 拉線會很痛嗎 橡皮筋會不會很麻煩 微準的時候 剛拉它的那個鋼線 很痛 基本上我都會痛個3到7天 我才可以正常的吃飯 這3到7天 我已經比之前好很多了 我可以吃一點稍微微硬的白飯 或者是說粥 粥我可以吃 只要不要很硬很硬的東西 基本上我是可以吃的 拉線會很痛嗎 嗯 我覺得蠻痛的 橡皮筋會不會很麻煩 每一個人要不要戴橡皮筋 也都是由醫生決定的 還有戴橡皮筋嗎 不麻煩 很麻煩 超麻煩的 你在戴橡皮筋的時候 你就要去刷牙 然後剃乾淨你的牙齒 而且橡皮筋 有的是可能一整天都要戴 你吃飯的時候 你就要拔下來 吃完飯清潔乾淨再戴回去 有的醫生會說你只要睡前戴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也都是靠醫生決定的 然後現在呢 我來跟你們說戴牙套 戴橡皮筋有多麻煩 就是這樣子啦 來 我直接示範給你們看 超級麻煩的喔 這邊是一個超級小的橡皮筋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個黃黃的凹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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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勾勾 很吵 就這樣 勾勒上面這個勾勾 欸 我太犧牲了 一刺海人就啃勾 可可也要流蓋來了 快 來 這裡 好了 好 成功了 超麻煩 戴完一個了 還有另外一邊 對 上面 這個 這樣 而且每次回診的時候 都會這樣子調整 不是每次都這樣子戴 每次都不一定會同一個位置 來帶來 還有還有 沒有錯 還有另一個圈圈啊 這裡 前面的 還要搭 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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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就會卡卡的 而且你講話 就可能會有一點大舌頭 因為他在拉 所以會講話沒有辦法張很開 如果你張很開 讓他有一個阻力 就不舒服 笑起來是還好 可是這樣 你是不是怎樣 嘴巴在打架是不是 嘴巴在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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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啊 如果想戴牙套的各位 真的要想清楚 不過是每個醫生決定的啦 也不是每次都是這樣子 真的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 或是在底下跟我分享說 你們戴橡皮筋 有哪幾種好笑的樣子 最後一個問題 第十個問題 戴牙套會後悔嗎 到現在為止啊 我是沒有後悔的 我覺得花這個錢 對我來說還蠻值得的 因為在於一個直播主來說 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個臉 今天不管你戴起來好不好看 都是給人家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很重要 而且我還覺得很值得 如果你們真的有存到錢 也都可以去做 不過說我還是建議你們 如果你們真心想要戴的話 還是要去醫院好好的評估 多看幾間多問幾間 真的不要一下子就摘進去 這個價錢真的也是不便宜 這九萬塊十萬塊 真的也是要存一陣子 才有辦法得到的錢 所以說你今天還是很懶惰的人的話 也不太建議 因為他真的也是蠻麻煩的 怕蛀牙 或者是說你要戴橡皮筋 一整天拔來拔去的 你覺得很麻煩 可能也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這樣子啦 今天的牙套影片就在這邊結束 這就是以上分享十個大家比較常問的問題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牙套的問題的話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還有分享給你身邊 最近想要戴牙套的朋友們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 以及開啟你們的小鈴鐺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